其实我觉得怎么保养的 我觉得不管哪里走到哪里人家都会问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心态 心态我觉得占百分之三十五 旁边有人在喊说不要讲我们知道的 OK 再来呢 第二个水分占百分之十五 说起林志盈 我们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不老男神的称号 虽然他已经四十八岁 却一直永保青春 还像二十八岁时那样帅气 没有老去的痕迹 或许是天度美颜 前不久林志盈突发车祸 不仅导致手部肩部均有严重骨折 让人惋惜的是他的面部也遭到了重创已经毁容 林志盈出车祸受伤后就一直备受关注 他的家人及经纪人都表示不希望占用太多公众资源 只公开回应了林志盈出车祸的大概事项 以及向救命恩人道谢 之后就刻意回避病人隐私的话题 不过还是有嗅觉敏感的媒体扒出了林志盈的现状 林志盈的妻子在前不久晒了牵手的照片 向大家保证平安 本以为手术后一段时间恢复就可以出院 没想到迎来了坏消息 由于林志盈整个脸部的骨头都重建了 下颌骨的部分不能动了 他吃饭很困难 完全不可能靠他自己吃 只有通过鼻子吃流食才能保证营养 鼻子是一个通过鼻子慢慢进入身体的过程 看似简单 其实非常复杂痛苦 普通人无法忍受这种恶心 林志盈的情况很特殊 不喜欢鼻子的感觉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不仅吃饭困难 林志盈的容貌也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完全证实 林志盈家人 经济人也并没有回应 不过据专业人士判断 有一定的可信程度 因为面部重塑是一项大手术 并影响咀嚼 吞咽动作 几乎是无法直接进食的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 林志盈身体多处受伤 先是手臂粉碎性骨折手术 最后脸部修复 考虑到伤情严重 复杂 单纯采用3D叠加治疗 很难恢复以前的容貌 后期只能慢慢塑形 不断修复 直到出现先进技术 这一次手术虽然是由院长亲自操刀的 但是因为面部损伤严重 林志盈可能脸上会留下永久性疤痕 至于疤痕是多大或者多么的明显 也是需要看当时的手术情况的 也要取决于后天的恢复程度 但是永久性疤痕对于林志盈而言 应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毕竟明星是靠脸吃饭的 而小致和别的明星还不一样 他年少成名 这容貌也算是几十年没什么太大变化 一直被外界誉为不老男神 有关他的保养心得 也是大众关心的焦点 突然之间 他因为遭遇车祸 容貌受损 这对于一个靠着脸吃饭的男星来说 得有多痛苦 其实娱乐圈也有很多发生意外 导致面部受损的明星 比如于浩明 在当年他可是一个非常帅的偶像明星 演技也不错 在一起来看流星雨中饰演的端木磊 曾经是多少女孩子心中的白马王子 他看上去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但是却因为在拍摄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时有一场爆破戏 由于现场的工作人员计算错了时间 导致炸弹提前爆破了 直接让于浩明的烧伤面积高达39% 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其实一开始真的自己没有办法预料到 我们可能还问医生说会不会毁容 什么的 就特别在意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就是也不清楚说 这个恢复时间到底有多长 可能我心里面一开始是觉得 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吧 应该就能够重新出来 这拍戏了或怎么样的 但是后来就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 经过两年多的恢复期 最终以全新的姿态登上了久违的舞台 但此时的他与当年帅气忧郁的形象大不相同 所幸付出后的于浩明在形象问题上受到不少打击 却能从当年的奶油小子蜕变为如今的演技派 在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好中的精彩表现得到了不少观众的称赞 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实力演员 意外每个人都不想发声 但是既然已经发声 只能勇敢地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林志颖已经顺利挺过了危险 如今只要好好休养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